在Moleks有两种很特别的器材 那就是Nine Meter和E9 Meter 它们的作用都是来测试网络故障 那我今天就为大家讲解一下 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它们的各自特色又是什么 首先这两种巨蟹的基本构造 与电路原理是相同的 这个黄色的Nine Meter设计初衷 是为了给经常在工厂里走动的人提供更多便利 Nine Meter很轻也很方便携带 非常适合在工厂走路的时候把它握在手中 需要时可以随时拿出 再看E9 Meter就大不一样 它可以被安装或固定在控制板上 如果使用者想测试不同的机器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控制板上拆下 然后再装在另一个控制板上 Nine Meter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它的IP连接口 我们可以用这个连接口来连接PLC 使用者可以设置它们的PLC 然后让PLC定期自动检测Nine Meter的网络 如果PLC成功地检测到了问题 它可以用闪光自动向用户发消息 或者其他方式来向用户传递信息 黄色的Nine Meter要求用户手动连接 用户只能从LCD的屏幕上来看具体的网络流量 这个Nine Meter特别符合现在工厂对不同网络连接口的检测需要 因为它方便携带而且容易上手操作 Nine Meter可以被固定在一个控制板上 所以用户可以不必花过多时间自行检查网络 因为Nine Meter可以帮你完成这项任务 Nine Meter也是很容易被拆下的 我们特意为了Nine Meter设计了一个坚固而且耐用的箱子 方便使用者携带 我们同时在箱子外面安装了Ethernet以太网 Nine Meter交流器和电源 下面我来为大家演示如何使用这个提箱 首先打开Nine Meter提箱的盖子 插上Nine Meter交流器 Ethernet以太网连接线 和电源 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变提式提箱 去测量网络了 使用完毕之后可以将线路一一拆下收起 这个箱子非常坚固结实 而且它本身是完全防水的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如您所见 箱子里的线路埋的时候已经是设置好的 用户无需再开箱自行设置 Molex Nine Meter跟E Nine Meter在测量网络的时候都非常方便有效 用户可以用这两个机器来很快的变认工厂的网络是否有问题 E Nine Meter在测量网络的时候更加详细 而且也可以提供更多信息 用户可以用E Nine Meter来提取它们所需要的信息 并且在电脑或其他软件上保存 这个黄色的Nine Meter便用户携带去工厂 便用户上手操作 也便在用完的时候把它收起 以便下次需要再拿出来 以上就是Nine Meter跟E Nine Meter的区别 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谢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